小巧可爱的野奶行动咖啡车 缓缓开进台东落实关怀协会的庭院 展开车体晚离天使翅膀班迎接大家 姐姐们早安 志工们跟高龄长辈仔细讲解如何冲泡咖啡 体验手冲的美好 好香哦 慢慢冲把那个水都冲完 教导他们冲泡咖啡的其中一位职工谢麒麟 虽然也已经来到冒蝶之年 但他为了泡咖啡给长者喝 还特别考取咖啡师证者 在我在忙的过程当中 我会把很多事情放下 然后看到别人在喝 觉得我是想说我今天泡得还不错哦 带着哽咽声音 谢麒麟回想自己如咖啡般的苦涩人生 得过癌症 历经丧腹之痛 在人生低潮时把这份爱投入野奶行动咖啡抽计划 让他找回活着的意义 有咖啡当然少不了甜食松饼 身穿女仆服装的职工 苏玉凤负责做出香喷喷的松饼 当大家吃饱喝足时 愚信节目也揭开欢乐序幕 一群平均年龄70岁的职工们大跳排舞 年轻心态感染了台下的每个长辈 沉浸在快乐时光里 这就是人间的天堂 你看我们这些职工都是高龄的 可是我们还是一样有活力 因为我们希望带给他们的是一种希望 藉由这项计划 职工们相聚一起学习制作咖啡饮料 行动咖啡车会并起到偏乡服务长辈 光是112年就有1万1千元受惠 除了有职工们的自我实现 还有陪伴长者无忽己的心 很多长辈是出不了门 那我们就是说其实那只是一个发想 说煮咖啡跟烤松瓶 它最重要是说陪伴长辈 我们非常感谢财政部跟中国信托台湾彩券 利用工艺彩券的盈余来挹注这个方案 让我们的长辈能够学有所用乐在服务 我们也希望让这份精神延续下去 长辈也能回馈社会 在工艺彩券盈余的推动 以及志工们胡思奉献下 用一杯咖啡的风银 重拾长辈的温暖笑颜 我爱风银才见 耶